依然關心南直產業園區交通 高雄新市政周邊道路開闢與進都 市長陳其邁22日與議會市政總質詢說明 園區南路南邊部分道路總預算8.3億 中油及台電委託市府將於12月動工 那往南大概就是剛剛這個陳議員所提到這幾條道路 那我也會我們林副也跟這個營建署 大概說明這整個開闢的一個狀況 這馬上就會有迫切的需要 所以這個部分也在我們的規劃優先順序裡面 那我們也會積極的跟中央來爭取預算 希望說這些道路也能夠同步的 大概這一兩年內也能夠同步的來啟動 陳其邁指出街上國道的部分所需經費155億 行政院已納入重大公共建設計畫 且已進入相關程序 現階段南指 橋坑園區周邊另外道路 皆如火如荼規劃進行 園區南路跟園區北路 園區南路齁 這也是很重要的 園區南路跟議員報告 今年的12月就當天啊 園區南路 但是他最重要的是去接 當天是我們市政府一步 我們新港出當天而已 穿的是都還沒過 南平先做 南平做了 南平做了 他現在最重要的是去接幾個所公路 這段要155億 這個中央也同意 行政院也同意 所以這個是中央的公建計畫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土地和經國的業務 現在已經開始進入 在走公建計畫的領域 跟我們說就是這個可以做 台南區這個 本來就是同時協調的規定 在中央跟台電圍討論 我們都算16億百 這條我們今年12月就在當天 告訴我比較麻煩議員 對這條很關心 我當天的時候比較邀請議員 議員爭取捷運指線延伸至 國道10號奇山端 大奇美地區 陳其邁達巡 捷運入網需要長遠規劃 不僅在解決現有的交通問題 捷運指線正進行入網的檢討 及可行性研究